我拍酒嗎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小時候會看面貌 我最會畫細菌人 那妳現在畫得出來嗎 我真的畫很像 我沒有騙你們 不是我們媒體都可以冒噴到一個族群 哈哈哈哈 妳是蠻厲害的 我都來看十遍 媽咪 好乖好乖 小G 大家好我是白色公主A-吃吃小G 這位是金金的Emily 又來到了吃諾PK賽 我們的兩集來賓呢 都只有Emily 據說是要來拆卡通題目對不對 對今天有準備九個題目呢 就是卡通的冷知識 是日系卡通 妳有在看卡通嗎 是呀是呀 那妳跟我講妳小時候都看什麼卡通 《貝天小女鏡》啊 妳有看嗎 雞羽牛啊 喔雞羽牛沒有 喔雞羽牛沒有 那是實驗室有但是不熟 那個普派妳會唱歌嗎 普派 這是奧利維欸 因為國中的時候我同一都一直說 我長得很像奧利維 然後聲音也很像 普派救我 妳看卡通的那些 不是不是妳不看多拉愛夢嗎 看啊看啊 大比小新看嗎 看 那OK啊 但我就擔心她會出一些新的 就是那種漫畫改編的那種 那我就沒有辦法 出那種年代稍微久一點點的 是 大家闔家觀賞 好 你知道我最常看美少女戰士的時期是幾歲嗎 是我幼稚園中班 四歲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會變身嘛 然後都會裸體 對 所以我說其實四歲會懂 因為我覺得她都記得四歲裸體這樣 妳知道叫什麼 帝房仙子 我怎麼一直沒有辦法 跟那個雪兔哥在一起 那妳是電視兒童嗎 那妳是電視兒童嗎 小時候 我有時候就覺得沒什麼好看 我其實還是喜歡玩玩具 我會拿BB蛋 然後我會玩槍啊 劍這種的 我會收集小石頭 是阿呆嗎 對 但是我又會喜歡玩娃娃 所以妳都要 可是娃娃不是巴比娃娃 是阿田那種的 小咪 小咪 小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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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開始囉 好 先講規則今天有九題 是 然後呢搶這個娃娃 以得利贊助的抱枕 想答 答對一題就得一分 會有ABCD四個選項 麵包超人的卡通米麵 欸 哈哈哈哈 你先說哪種卡通米麵 我還說 麵包超人的卡通米麵 好可憐 沒有出現過哪一種口味的麵包角色 我可以先搶 A 菠蘿麵包 B 哈密瓜麵包 C 炒麵麵包 D 咖哩麵包 嗯 你根本就答不出來 來 你怎麼知道我答不出來 因為我嘴巴裡面有水 我覺得妳就先搶 我覺得是A 菠蘿麵包 答對了 耶 你們都好可憐 你們看怎樣 我小時候會看麵包超人 我最會畫細菌人 那妳現在畫得出來嗎 妳畫啊妳畫啊 這應該是有一個 妳畫 這樣嗎 好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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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像 我沒有騙你們 而且妳知道我以前看麵包超人的時候 我都好想要吃吃看那個紅豆麵包喔 因為她頭上白 對我覺得好像很好吃喔 馬上旁邊對不對 欸等一下 那我 而且現在是不是小朋友還是有在看麵包超人 現在也還有播嗎 還有吧 我記得是有的 現在小朋友會看麵包超人跟巧虎啊 還有巧虎就是長春樹耶 她超厲害的 她耳朵在上面耶 她聽電話的時候她 對對她不用這樣聽 她這樣聽耳朵在這邊 第二題喔 要聊小魔女Doremi 欸欸 欸我沒看過耶 小魔女Doremi裡面呢 Doremi的妹妹也叫泡泡 喔是喔 然後她在成為魔女見習生之前 就會稱呼魔女 魔女莉卡為 A 小青蛙 什麼喔 這是題目喔 對 我什麼東西莉卡三小 B 小布丁 C 多多 D 小莉卡 好請答 多多 哈哈 答錯 劈哩卡 劈哩啪 多多 波波莉娜 貝貝魯多 那我覺得是小莉卡D 答錯 OK 小青蛙 答錯 怎麼會取到小青蛙啊 你們就是要莉卡這種 我覺得我們每一題都可以冒翻到一個族群 這題是蠻厲害的 好我們兩個各一分 謝謝 好第三題 要出蠟迪小新囉 好 這個我超懂的啦 那你先幫我知道 好 我都會準時週末的時候12點看耶 12點來不及就下午3點重播 那比小青中呢 他們家曾經有被氣爆的時候炸毀 然後他們暫時搬去一個公寓 然後這個公寓呢有一個名字 那叫做什麼名字 我知道 A 動感迷人妝 你真的知道 B 雞犬不凝妝 C 貓貓狗狗妝 D 雞飛狗跳樁 D 雞飛狗跳樁 D 雞飛狗跳樁 為什麼我一開始記得 那種的對不對 這D 雞飛狗跳樁 對答對 而且它其實是我記得動畫版跟漫畫版的不一樣 真的 補充一下因為它的日本原文叫做 接下來出那個庫洛魔法師 你有在看嗎 庫洛魔法師就是雪兔哥了 來了 喔好 你知道我有很多它的庫洛牌 現在出了題目跟這個有關 庫洛魔法師第一部當中 小櫻要解除魔障的封印之前 都會先念一段咒語 咒語叫做 隱藏心心力量的鑰匙 請顯現出你原來的樣貌 他好適合念這句話 對 好請問接下來這個最後一句是什麼 A 顯現出來吧 B 封印解除 C 釋放力量 D 向我顯示吧 B 封印解除 答對了 這點太簡單了吧 太簡單那你懂嗎 其實我很喜歡小可 我覺得那時候小可 小時候配音好可愛 黃色的那個東西 對對對 我記得有一幕印象超深刻 就是他用一個抽屜幫他做一個家 然後裡面有床 我覺得超可愛的 欸小可是什麼動物 老鼠吧 會飛的老鼠 小獅子吧 不是還是獅子 到底有沒有在看啊 第五題是多啦A夢 好 請問多啦A夢中 時光機是在西元幾年被發明 A 2112年 B 1964年 C 2082年 D 2008年 請搭 越來越來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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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看出去的客廳是黑的 但一直有感覺到 有東西往我房裡面看 站著 我當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次的靈性經驗 靈是靈魂的靈 性是性情的性 對 那老人家就是未來的你 就是 超厲害的 更多影片都在白癡公主 無碼正區 請答 第一個 第一個嗎 2112年 答錯 好啦2008年 答對了 有什麼 因為2008算21世紀 你剛剛答的2112年 是多啦A夢出生的日子 而且你還記不記得以前小時候本來是叫小叮噹 後來才改名叫多啦A夢 所以現在小朋友只知道多啦A夢不知道小叮噹 但是如果你再問再長一點 他們都會說紀安 現在他們是胖虎嗎 對 他們不會講胖虎 他們會叫有紀安 小夫以前的名字叫什麼 阿福 那靜香原本叫宜靜啊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 剛改名的時候我還有點不習慣 因為他們想要找直接日文翻譯嘛 多啦A夢 那現在我也習慣了 就是新的名字 接下來是櫻桃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中呢 小丸子就讀三年四班 請問以下哪一個是三年四班 三年四班的班長 這個A 答對了 是頑尾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那頑尾的口頭團是什麼 怎麼延遲呢 好下高喔 他補充一下 副部班長是美懷 喔是喔 他們做隔壁 喔是喔 DTT是獵人 獵人的作者 附堅毅博老師呢 他很常修刊嘛 對 他在2010年獵人修刊期間 他私底下辦了一個大賽 那請問是什麼 大賽 A 繪畫大賽 B 麻將大賽 C 相聲大賽 D 到位王比賽 喔 不要你先打好了 因為你猜錯 好 我覺得是麻將 答對了 對 因為大家覺得很扯 因為完全沒有相關 就是大家在不爽他的時候 為什麼不好畫畫 喔真的喔 而且我覺得我們大家都覺得 到死之前 他應該都不會再出了 從小修看到現在 然後怎麼進度那麼慢 而且他這個麻將大賽 他第一名還可以拿到附件的 簽名版 就畫一個人物送給他這樣 很貼心喔 現在呢是 5比2 好 很放棄 下一題呢是哈姆太郎 喔 這不是哈姆卡丁嗎 哈姆太郎最喜歡的食物 A 核桃 B 蔬菜果凍 C 蔬菜的嫩葉 D 向日葵種子 答對了 耶 好 最後一題 好 名偵探柯南中呢 毛利小五郎在成為偵探之前 他其實有一個職業 他的職業是什麼 你有在看名偵探柯南嗎 為什麼你不看名偵探柯南 會有無止無刻的很多黑衣人嗎 對 我就會判那個黑衣人 A 諸事會社的營業課長 嗯 B 刑警 C 柔道選手 D 拉麵店店員 你會嗎 你會對不對 喔不會 你真的會喔 對啊 那我給你講個故事 就是因為他之前發生的重大事件 所以他才說那我不要做這件事情了 然後他才去很廢的去開偵探事務所 因為他覺得 那你答對了 而且他槍法超準 為什麼他不當刑警眾說紛紛 有一說是因為他不小心射 就是射偏了 對射到人質他就再也不做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有人說是因為其實跟身世有關 黑衣人吧 有人說有個陰謀論 對啊陰謀論 以上結束了 吃吃了以5比4贏了 耶 喔這個是那個好好聲音 李克太太他們出的終究公關品 然後它裡面其實是科技燕窩巧克力 那它裡面其實是有放燕窩酸在裡面 好酷喔 對然後這個是巧克力 所以它有點像是有 有富含燕窩的巧克力 那它其實有酸甜苦辣四個口味 贏的就選一個巧克力口味吧 那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看個十遍 訂閱頻道 按讚粉絲團 追蹤IG 底下留言分享喔 所以輸的可以幹嘛 輸的我就選最後一個啊 對最後一個 喔是這樣喔 它裡面有果肉 那些焦糖 你猜一下你吃到什麼口味 喔它下面有答案 對啊它是哪個答案 喔我吃都辣的啦 他超想吃辣的欸 我們下次見 之後來賓要找誰呢 回家是有巧克力嗎 有